今五年春 公至自尽 下 郑伯使公子发来聘 书孙报 曾世子乌如尽 众孙灭 为孙林父子会无余善道 秋 大禹 楚沙其大夫公子仁夫 公会尽侯 宋公 陈侯 魏侯 郑伯 曹伯 举子 朱子 藤子 薛伯 其是子光 无人 增人于妻 公至自会 东 树臣 楚公子真帅师伐臣 公会尽侯 宋公 魏侯 郑伯 曹伯 其是子光旧臣 十有二月 公至自就臣 新位 继孙行父族 传五年春 公至自尽 王始王叔臣生肃荣 于晋 晋人指之 是房如经师 言王叔之二于荣也 下 郑子国来聘 通四君也 穆书笛 增大子于晋 以成蜀增 书曰 书孙报 增大子乌如晋 言彼诸鲁大夫也 无子使授月如晋 此不会于积则之故 且请听诸侯之好 晋人将为之和诸侯 时辱 为先会晤 且告会期 顾孟宪子 孙文子会无于善道 秋 大于 汉也 楚人讨臣叛故 曰 游令引子心 十亲御焉 乃杀之 书曰 楚杀其大夫公子仁夫 汉也 君子为 楚共亡于事不行 诗曰 周到亭亭 我心惊惊 讲事不令 吉人来定 己则无信 而杀人已逞 不亦难呼 夏书曰 成允成功 九月秉武 蒙于期 会舞 且命数尘也 穆书已数增为不利 使增大夫听命于会 楚子囊为另引 范轩子曰 我丧臣已 楚人讨二而立子囊 必改行而己讨臣 臣尽于处 明昭昔吉 能无往忽 有臣 非无事也 无知而后可 东 诸侯树臣 子囊罚臣 十一月甲午 会 于成帝已就知 范轩子族 大夫入联 功在位 载匹家气为藏辈 无一薄之妾 无石素之马 无藏金玉 无重器备 君子是已知 范轩子之忠于公事也 相三君矣 而无司机 可不畏中乎 未经许可不畏中 老字幕偈 无不泄 不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